2020年5月9日中华圣母节弥撒读经分享 耶稣对那门徒说 看你的母亲 就从那时起 那门徒把他接到自己家里 若望福音19章27节 分享 耶稣是天主圣言 他按圣经预言降生 照天主的预许 是达位的后裔 他是一个犹太人 他谈及的法律和先知 就是指现经称为旧约的经典 他说过他要成全法律和先知 他是指经上的一切都是天主的说话 而天主的话必会按天主的意愿完成 即使身旋于十字架上 他也不会忘记 以孝爱父母的见命 他请若望宗徒照顾自己在世的母亲玛利亚 因为他即将离世 耶稍 aby另外適ری亚 耶稣对于天主的话 因为这是他爱天父的实证 他也告诉我们 谁若爱他就该遵守他的话 若望福音十九章二十五至二十七节 耶稣在橄榄山升天后 门徒回了耶路撒冷 他们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及一些妇女同心 合一专务祈祷 因为他们遵守耶稣的吩咐 等候圣神降临于他们身上 他们将充满圣神的德能 就要网训万民 因为天主的计划是救赎普世 宗徒大事录一章十二至十四节 天父 你拣选了玛利亚做你圣子的母亲 也做我们的母亲 求你因她的代祷 福佑中华 恩赐人人都能认识你 孝爱你 孝爱你 侍奉你 因主耶稣基督之名 阿门 罗币晨 罗币晨 词 拐 卡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